90年代的NBA 堪称是中锋的黄金时代 优质常人在这个时代都能有所发挥 而其中有几位展现出了独霸一方的实力 攻防两端都有着顶级的表现 延迟使得这几位特别突出的常人 被称为是并驾齐驱的四大中锋 但当时有一位出色的常人 凭着强大的防守实力与他们争锋 靠着招牌的动作而广为人知 甚至只要讲到丰主、火锅、盖帽 就一定会想起这位代表性的人物 而他就是丰主的代名词 Dicambe Mutambo Brando Mucambo Jekjequai Wamutambo 或别名Dickey 而大家普遍都叫他Dicambe Mutambo 刚果共和国 在21世纪之前 是一个长期处于动乱的非洲国家 甚至当时也不叫刚果共和国 而是叫做萨伊共和国 当时没人会想到这边能出现一名 世界顶尖的篮球员 但这里就是Mutambo生长的故乡 虽然刚果这个地方 长时间都处在不稳定的状态 但幸运的是 Mutambo是生在一个当地的上流家庭 这才让他得以避免陷入动乱的环境当中 但他的父母并没有因此宠溺他 并且因为他父亲又是教育者的缘故 所以对Mutambo的教育也非常严格 教导他该有的做人处事道理 也因此塑造了他良好的人格 至于Mutambo从小的志向是当医生 也因此他很勤奋的在学习上 而从没想过自己将来要当篮球员 在Mutambo上高中时 他就已经来到了七尺的身高 但他对篮球却不感兴趣 除了跟其他人一样风靡足球外 他也有练过武术 后来在他父亲的建议下 他才勉为其难的尝试了篮球 但在一次练习时受了伤 让他一度再也不想要接触篮球 直到他的家人好言相劝下 才让他又回到了篮球场 Mutambo经过了训练后 很快就成为了萨伊国家代表队的成员 在接下来的两年期间 他就跟着球队继续精进自己的球技 而事实上他的哥哥也是篮球队的成员之一 两人也因此成为了篮球场上的兄弟党 但这时整个篮球界都还不晓得Mutambo这个人 他的发基地也并非是在篮球场上 而是一次在美国大使馆看报纸的时候 碰巧被美国大使馆的员工给注意到 而这名员工是曾在芝加哥当地高中 执教过的教练 Hermann Henning 他见到Mutambo后 就把Mutambo介绍给了他的一个朋友 时任乔治诚大学的教练 John Thompson John Thompson一直都在致力于发掘下一个阿祖丸 而其实他也是Patrick Ewing的大学教练 所以当然也对这名来自非洲的常人充满兴趣 直到他第一次亲眼见到Mutambo 这名七尺二寸高大无比但又敏捷的常人 他就确定了Mutambo将会是下一个明日之行 Mutambo被John Thompson招揽到了乔治诚大学后 并没有马上就成为队上的主力 一方面是因为他的实力还不够 二方面是当时队上有另一名优质常人 Alonzo Mourning 对Mourning和Mutambo曾经是大学队友 也因此乔治诚大学堪称是培育顶尖中锋的名校 而虽然两人同时间出现在大学篮球赛场 但原本就天赋满满的Mourning 马上就成为了队上的主力 并且大一球季就成为了NCW的主公王 把Mutambo完全比了下去 给了这名来自非洲的青年一个震撼教育 而教练汤姆森也时常开玩笑的跟Mutambo说 要不是他有七尺二寸的身高 他早就被送回家了 这不是单纯的在调侃Mutambo 而是要他谨记 这是一个非常难得又幸运的机会 他要好好把握住 继续磨练自己的球技 也因此很快的就让Mutambo 从一名球技出操的篮球员 成长为队上不可或缺的大将 Mutambo成为队上的主力后 也开始展现出了强大的封阻能力 他有着身高和臂展得天独厚的优势 让他能轻松地拦截掉对手的投篮 再加上他的临场判断以及快速补防 防守功力已经渐渐地追上了Morning 也因此当时乔治城大学的球迷 称郑中这对可怕的防守爽塔为 因为只要他两座阵篮下 就能一再地驳回到对手的投篮尝试 后来到Mutambo大肆的赛季 他的球技也变得更加成熟 已经能和Morning并驾齐驱 也因此让他开始被NBA给注意到 他这季角出了大学行高的 场均12.2篮板和4.7主攻 分别都要领先大东联盟的其他球员 让他在球技结束后 获选了年度防守球员头衔 他的身价也因此水涨船高 毕业后也前往参加了1991年的NBA选秀 当时握有第四顺位签的金块队 是一支不擅长防守的队伍 因此以防守建长的Mutambo 就被金块队寄予厚望 期盼他能成为金块队的救世组 这才使得他在第四顺位 就被金块队选中 Mutambo因为球技萌芽的晚 并不像其他中锋一样具备出色的进攻手段 所以能单靠防守实力就进到乐透选秀顺位 已经算是非常的罕见 而他中选后 也成为了NBA史上第一位刚果出身的篮球员 Mutambo在进到NBA以前 曾对自己许下承诺 希望自己将来能因为主攻而伟大 甚至只要讲到主攻 就会联想到他 并且期许自己能成为举世文明的防守者 有别于其他新秀 他似乎有着更高的理想要去实践 而Mutambo实际上是1991年选秀会上 首轮被选中的球员中年纪最大的 也只在他登上NBA的时候 年龄已经来到了25岁 但或许就是这个原因 让他并没有菜鸟般的稚嫩感 反而像是一名早已受过无数历练的资深球星一样 而他强悍又扎实的防守功力 替那个以进攻作为主轴的时代 添了不同的元素 也让他备受球迷的喜爱 在新秀赛季就获选进到了明星赛 笔下了同期的其他几名顶级新秀 俨然他才是真正的选秀状元 而让他被球迷喜爱的原因还有一个 就是每当他封阻掉对手的进攻时 他就会对着对手的脸摇动他的手指 Not in my house 仿佛是在告诉对手 只要有他坐针篮下 其他人就别想将球投进篮框 虽然这个动作有点挑衅的意味 但他确实也从进NBA开始 就展现出了强大的封阻能力 所以反而也变成了他的招牌动作 而且90年代的NBA又正直收视巅峰 所以他的摇手指动作 无疑也替NBA增添了娱乐性和话题性 甚至也在媒体的推波助澜下 成为了家喻户晓的经典手势 不仅有不少后期之秀在封阻后 会模仿Mutonbo的招牌动作 甚至这动作也已经不侷限在篮球场上 在其他体育场上也能见到 可见Mutonbo不只在当时有着高人气 对整个体育文化也有极大的影响力 虽然Mutonbo在第一季就展现了他的能耐 但毕竟他是专师防守的防守汉将 对球队战阶的影响力 相对就没有全能型中锋来得打 所以在他的第一个赛季 金块队的战绩其实还是蛮挣扎的 只有团队防守因为Mutonbo的到来而有起色 但却不足以让金块能达到更高的高度 隔一季金块换了总教练 状况也开始有所转变 而接任教练一职的人 就是金块队史最伟大的球星 马仁Den Iso 其实在Mutonbo的整个生亚中 也就只有菜鸟赛季 能场军出手超过10次 和场军得超过15分 但在Eso的执教下 Mutonbo的得分和出手数变大幅的下滑 成为真正意义上的防守球员 至于同时间金块队的战绩也有进步 也因此从Mutonbo的第二个赛季开始 他在场上的定位就一直都是以防守为主 而当他不再需要分摊心力在进攻上 他真正的防守实力也得到了解放 在他的第三个赛季时 以场军4.1主攻力压群雄 拿下了生涯中的第一座主攻王头衔 往后的两年 他也分别以3.9主攻和4.5主攻 残联了三年的主攻王 也是历史上第一位 能连续三年成为主攻王的球员 从此之后 主攻便和Mutonbo画上了等号 他也因此感到非常自豪 甚至还在1997年明星赛的时候 挑衅当时的得分王Jordan 说他无法在自己的防守下 做出海豹式的灌篮 结果这其话 也刺激到了Jordan的胜负欲望 在同一年的季欧赛赛场上 以海豹式的延扣 突破了Mutonbo的风阻 这次的交手 不仅在Mutonbo的风阻神话上 留下了污点 也替Jordan 再添了一个传奇事迹 Mutonbo在金块仅仅只打了五个赛季 就于1996年时 转队到了老鹰队 据说让他没选择叙留金块的原因 是因为金块不愿意提供给他 一份长达十年的合约 而且金块似乎也不是很积极的想留下他 所以才让Mutonbo转而投向老鹰的怀抱 但自从Mutonbo转队之后 就再也没有拿下主攻王的头衔了 这并不是因为他的防守功力下滑 而是因为老鹰队每场比赛的攻防回合数 要相较于先前的金块队少得多 所以这才压缩到了Mutonbo的成绩 而Mutonbo防守端真正的实力 反倒也是在这段期间获得了认证 因为他不只是帐面风阻成绩好看而已 他快速的反应和灵活的跟防速度 才是造就他成为主攻代名词的关键 在老鹰队的五个赛季里 Mutonbo不仅拿下了两次蓝白王的头衔 还获得了三次年度最佳防守球员奖 加上之前在金块队时也获得了一次 他成为了NBA历史上第一位 四度拿下这个奖项的球员 以防守奠定了他在历史上的地位 自此 他也已经达成了菜鸟时期许下的承诺 靠着强大的主攻成就伟大 以则坚持了防守成为最佳 Mutonbo就是这么一名独特的球员 相较于同时期的其他中锋 他单靠着防守就打出了自己的价值 Mutonbo的缺憾 就在于一直无法帮助球队走得更远 也一直在劳运队的第五个赛季时 又被交易到了76人队 成为了Alan Everson的搭档 并且马上就会改季 攜手带队打进到了冠军赛 展现出了令人难以置信的默契 一点也不像是第一季合作 而实际上早在该年的明星赛时 还在老鹰队的Mutonbo 就和76人队的Everson 在明星赛场上有着绝佳的默契 并带领东区打败了西区 于是从这件明星赛过后 就开始有风声说 76人打算交易来Mutonbo 不只是看上了他和Everson的默契 也刚好能填补原本主力中锋受伤后的空缺 而最终老鹰队也做了个顺水人情 把Mutonbo真的交易到了76人 76人也得以立即收到成效 打进到了睽違18年的冠军赛 只可惜碰到了当时正在寻求未免 气势阵望的胡人队 至于讲到2001年的冠军赛 除了有经典的跨下之路外 Mutonbo和Oneo的常人对决也很精彩 只是Oneo恰巧就是Mutonbo生涯中 令他最难以招架的对手 Oneo在对决上取得了压倒性的优势 两大常人的对决也成为了胜负的关键 Oneo领军的胡人也击败了Mutonbo的76人 拿下了这年的总冠军 而这也是Mutonbo生涯中最接近冠军的一次 而一季球人在季后赛第一轮就被淘汰 Mutonbo也因此再度被交易到了篮网队 但受到年纪以及伤势的影响 来到篮网队也成为了他生涯的转捩点 Mutonbo的上场时间大幅被锁减 表现也已经不如以往 对球队的帮助更是有限 剩下的价值大概就是经验的传承 也因此在他2004年再被交易到火箭队后 他不仅成为了姚明的替补 也是姚明学习的对象 而纵使这时的Mutonbo已经接近40岁 但他仍没有退休的打算 仍然贡献着一己之力帮助球队 事实上这也是他菜鸟时期的期许 他希望自己能打越久越好 打到不能再打为止 也因此只要他一息上存 他就会持续的奋战 所以他在火箭又打了5个赛季 42岁那年 Mutonbo在季后赛场上受了伤 常年疲惫的身躯加上伤势 让他久久无法起身 最后被以单架台出场 而这时现场的球迷似乎也晓得 这可能是这位传奇中锋 最后在场上的身影 Mutonbo像是旅行他的承诺般 打到在赛场上倒下为止 而并没有以一个盛大的方式 结束自己的篮球生涯 即使如此 他也依然留下了伟大的成就 以及勇士难忘的招牌动作 他凭借着过人的防守功力 替自己打下了不输其他巨星的名气 并成为了主攻 这项数据的专属代言人 即便他身下累积的主攻术 并不是历史第一 但他那一次次扣人心弦的风阻 是没有其他人能与他比拟 尽管他并非四大中方的一员 但他或许并不需要与他们并列 因为他早就已经开创了 属于自己的道路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